你的教练杨诚大神 大家好 我是你的教练杨诚大神 今天还是我们的双打揭发战术的教学 上一期发出去之后效果非常好 有很多人问 因为我说的是大概率 大家发中间会比较多 那问题来了 如果发我们的一号区和二号区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好 发一号区 通常专业的运动员 因为我之前跟你们说过 有个球拍带动身体的习惯 如果你不养这个习惯 那我今天说你说不到 就是球出来 我们要先穿拍子 再伸脚 我们才有更多的主玩空间 好 那比如说人家一号区的球是什么样呢 是他这个地方是非常近的 对吧 两种情况 因为对方也不傻 他不可能老老实在中间 他有可能会抓你的球 对不对 在第一种情况下 如果你碰到对手不是很会抓球的 顺势而为 就是借助球的力量 而借力过去 以最快乐速度到达对方的空档 让对方起球 这第一个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好 我们准备 顺势 直接顺势去打 懂吧 来再来一次 顺势去打 去切中间 去顺势打 打完之后 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封网的一个压 因为想想 我打那边 对方是很难打大对角的 大概率 是打 我们这一侧的位置 那这一侧都会打过来 我压在这里 我的搭档 压在这边 那相当于说 我们占助了这个三分之二的场地 那我们这是一个有效的战术 这是第一种情况 就是对手不爱动的 那有的时候呢 对手放完球之后 会扑上来 对吧 这种情况也会出现 也会有 所以说我们应该有个策略 就是通过我们脚步的变化 你发一号 你们看我的脚啊 准备 他球过来 先上脚 给他欺骗他的动作 你先把脚一上来 他还是会很自然的去抓这边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把球拍拿出来 大家注意看我怎么做的 上脚 去打这个位置 上脚 看见没有 你可以通过一个脚步重心 你去吓他 因为任何人的身体反应 都是你往前冲 他就会往后退 没有人两个人会一直怼的 打羽毛球的发力 规则是这样 所以说当我们这个脚 往前一冲 他肯定会往后一躲 这个时候做一个高球 哎 再来 两种 一个是顺势二维 一个是用 你最响亮的一声 去欺骗他 做一个高球 这就是我们一号区的处理 那今天一号区的 揭发球的 两个要点啊 跟你们说了 顺势二维 和用去 蹬脚去吓别人 然后再做一个拐弯的一个处理 那这是比较难的 然后呢 我手上拿的是我们旗舰产品的新款的锤子99 这是一款3.5鱼 墨绿色的一个经典配置 然后呢 我们换上加强的这个锤子的拍框 就是上宽下载 更加加强它的顺势的力量 并且用了最新的内发炮技术 同样的 我们全套升级 加量不加价 还是499 并且45天是无理由推换的 包线包油包手脚 这款球拍 你一定会喜欢 做得很值得的 做得很值得 做得很值得 感谢上宽下载